主耶稣基督的认知也会有改变 随着最近的改变就是 今天是童鸣 这是童对吧 刚才 周海英 今天讲的是郭海英是吧 周海英 好 周海英 好 我们可以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没有开始新的科学情 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 花几分钟 我再给你们提一下 你们若是有computer 可以看我的网站 我的网站你们都有了 我这个讲义上也有 我去年在此地教了更新教母神学全本讲义20讲 昨天完全摆在我的网站上了 所以你们那里可以看 后面那几章 几讲 讲到 怎么样做一个领导 做一个基督徒的领袖 怎么样应付所遭遇到的压力 怎么样对付人的背叛 批评 我想我们出去传道 是耶稣的精兵 当然有一位最不喜欢的 要把我们打倒的就是魔鬼 魔鬼用各样的方式 各样的 既做人 既做事 既做物 来摧毁我们 所以 有些问题是实际的问题 所以你把那网站看了以后 我相信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一起有20讲 最后呢 几讲都是讲到 领导 怎么传福音 那将来要是有机会 我会给你们提出 有五十种方法 传福音 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十二课 基督耶稣的性格 我们已经讲真 讲到善 现在讲美 正上美 beauty 我们先看经文 有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华 我仁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永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第二 愿你的周围 向你仆人显现 愿你的永美 向他们子孙显明 神 讲到主耶稣的永美 不要忘记了 在旧约里头 耶和华 那也道成了肉身以后 就是耶稣 就是基督 就是一回事 好 我们看 一个人的审美观念 Aesthetic 是与生居来的 神所赐的 用以分辨美丑 美可分为四个阶段 外在之美为初阶 内在之美为高阶 第一是屋子之美 好像花朵这些看起来 你觉得很美 觉得很喜欢 对不对 这是外在的 才能之美 是圣贤 也很高尚的品德 圣洁 道德之美 叫轮常 轮常之美 道德 三纲五常 大家长有有序 这个道德方面 那还有严性之美 这是内在之美 那么 奥德尼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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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还记得吗 你们特别女 女士们还记得吗 这个人吗 你们的牛头发 最初开始 牛短头发 就从她开始的 叫做河本头 还记得吗 现在也有 现在也少一点 她是一位很有名的电影明星 她也长得很漂亮 而且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 她以后 她也把她的财产拿出来 好像王仁清 激激了很多的人 帮助了很多的人 而且她成为灵活过的清善大使 那她讲的美 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 你翻开看看 我把她讲的美 把她解下来 翻到后面的第12-6 第6页 可惜没有那个图画 我以为要图画 要是你们要我可依美给你 她是讲的有美丽的诗句 第一是什么 for attractive lips speak words of kindness 要有些人的嘴唇 双唇 请说好意的话 言语 这个好意是包括positive 包括正面的 结极的 不要说消极的 不要说那些灰心的 说一些鼓励人的 能够接力人向上的这种话 所以圣经里都说 我们信徒 包括说脏话 要说造就人的话 那就是这种话 能够造就人 能够帮助人 能够提升人 第二种 for lovely eyes seek out the good in people 他说要有美丽的双眼 请寻说他人的优点 对不对 因为每个人都有优点 也有缺点 但是我们人的毛病 就是常常把别人的那点 先拉出来 我在纽约 为了传道 我和他们去读儿童心理学 读了一年 上了两个学习的课 上了一门课 我就发现小孩子在教育方面 他学习起来 他总是心 那些最普通 而且不是很好的 新训学那种的 我们曾经做一个试验 买些儿童的图画书 有图画的书 就把这一边两边摆 一边摆一些好的 一边摆一些打了 斗了杀了 那种奇奇怪怪 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 一边摆了一边很好的 教育方面的一些书记 里头画书 让孩子们来看 就他们两边看 看了以后 大家都跑到这边来了 所以孩子都没有人叫他的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人的毛病 就是专门看病人的短处 很少去看病人长处 他说我们要一只两个好的眼睛 那就是要看病人长处 这个是很好的 对你的人生 对你的家庭 都是非常好 第三是什么 for a slim figure share your food with the hungry 他说你要减肥吗 你要有 纤细的身材 请与鸡鸣分享你的食物 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就是吃得太饱了 是生病了 所以他说 你要有好的身材 你把你的食物分享给穷人 第四 for a beautiful hair 让一只小孩 让一只小孩摸摸你的头发 让小孩摸摸你的头发 能够体会到这个吗 能够体会到这个吗 这是一种美 是一种爱 因为一般 除非自己的母亲或者自己的父亲 很少有耐心 很少有耐心 跟孩子们一起玩 让他们摸一摸一摸一摸 摸什么地方都可以 就是那个地方不能摸 一般人是这样的 就是你不喜欢别人摸的地方 就让孩子摸 那就醒出你的美 第五 for boys walk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you'll never walk alone 要有自信的态度 且学心里不曾学过的知识 就是走路要挺身仰手地走 不要好像是轻尖中担压尖头 抬不起头来那种走路 用不着 所以要有自信 要有自信心 怎么能有 充实你的知识 是吧 充实你的技能 下面还有什么 第六 people even more than things have to restore, revive, reclaim and delimed, never throw out anyone 人之所以为人是必须充满精力,自我悔改,自我反省,自我成长 并非向人抱怨 你有没有在你的周围 你从小到现在长大 在你周围你看到一种人常常在抱怨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人 我看过不少 但是我告诉你 抱怨的人一辈子没有什么成就 抱怨不能让你成功的 对不对 第七 记得 请记得如果你需要帮助 你永远有你的手可以自己动手 当你成长后你会发觉你有双手 一直帮助自己一直帮助他人 但是我们很多人就忘记了这一点 好像自己没有手都要逼人来送上门来 有的人甚至吃饭都要逼人来喂了 喂了以后还不想开嘴 还要逼人给他嘴巴拉开 这样人都有 所以我们不要学那种人 翻过来啊 第八 the beauty of a woman is not in the clothes she wear the figure that she carries or the way she comb her hair the beauty of a woman must be seen from in her eyes because that is the doorway to her heart the place where love resides 女人的美丽不存在于她的服饰 她的珠宝 她的发型 女人的美丽必须从她的影中找到 因为这才是她心灵 这是她心灵之窗与爱心之防 第九 the beauty of a woman is not in the facial mode but the true beauty in a woman is reflecting her soul it is the caring that she lovely gives the passion that she shows 女人的美丽不是表面的 应该是她的精神成命 是她的关怀 她的爱心 以及她的热情 最后 第十 the beauty of a woman grows with the passing years 女人的美丽 是跟着凌龄成长的 她说grow 她说成长 但一般不是这看法 她说女人的美丽是跟着凌龄的消散 消失 生了孩子以后就完全两样了 但是她的看法不是这样 你们觉得这好不好 她讲这个美 你们要图画的 有的她的照片 她每一次都 你们把你的email number给我 我可以把这个email给你 好 我们翻过来 我们看情音第四 耶稣基督无加行美容 在以色亚书五十三章这样讲 和平常人一样 和美之有 耶稣基督的美 乃是指她的圣德 她的性格之勇美 那圣经里也有许多的人 事物来预表耶稣基督的性格 和她的工作 经以七个圣经人物 来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永美 不要忘记了 圣经里面 那些很多的人物 都是预表耶稣的某一方面 所以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 最主要的几个人物 哪个人代表她哪一方面的美 好 我们首先看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最要紧的一个特质 就是信心 对不对 以后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主本家 父家 亡我所要只是你的地区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已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足复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这段圣经我希望你们以后出去传道要多讲 非常好 这讲到亚伯拉罕 那有个地方我要提醒你的 就是说 他说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以别叫别人得福 不要记得 你神祝福我 乃是因为他要我来祝福别人 要记得这个 所以在罗马人书第十二章 讲到 只有祝福 不要咒诅 你逼迫 你的仇敌要害你 逼迫你 你要祝福他 你不要咒诅他 为什么 你看下面 你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祝福他 对不对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他没有说 你咒诅人 我就跟着 我就跟着你咒诅他 神没这样讲 神讲的是什么 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所以你不必你咒诅吧 让神来咒诅 对不对 那咒诅你的人 你不管他 你就为他祝福 我咒诅你的 你祝福他 神要咒诅他 你不要咒诅他 让神来咒诅他 这不是很有效吗 我想你们还是大家来看看这节圣经 罗马人书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 保罗的书信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讲得更透彻 更具体化 更实际用 可以实际运用的 罗马人书第十二章 看到没有 翻到哪儿 我们从第九节看起 第九节 人不可虚假 恶要应物 善要亲近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侍主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什么 恒切 圣徒缺乏要帮补 可要异味的款待 逼迫你们的 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 不可咒诅 听到没有 不可咒诅 你说我不咒诅 他怎么办 他继续来着恶 不要忘记了 我们普通讲的句话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食后未到 神是赏善发恶的神 你看我们的中文字 多美 这个神 神是什么 神是赏善发恶的 赏善发恶的神 这有群rak 这也是一样 或者这么洗的把 对不对 祸啊 你有祸了 是这样 你口子是怎么样 我想不写东西是怎么写 你看那么样这个祸 旁边都是神 这是代表神 中国以前祭祀的神 代表神的那个 赏上发的都是神 所以既然赏赐的是神 赐灾祸的也是神 我活必来咒诅呢 好 这个清楚一点 这个我们中的古诗后 这个是表示神 这样 所以这个神的旁就是这个 所以这边是神 这就是神 这边是这个就是祸 所以这一点呢 你们清楚了以后 你们就 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 也不会那么生气了 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一段圣经 不过咒诅 因为有神能为你咒诅 那下面怎么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 不要自欺高大 倒要辅救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 要留心去做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 与众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身冤 您可 什么 让步 平主 任平主路 因为经常记作 主说身冤在我 我别 报应 所以你们的仇敌 若饿了 就给他吃 若喝了 就给他 磕了 就给他喝 因为 你这样行 就是把 炭火堆在 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剩 凡要 什么 以善 圣恶 我告诉你 这几句圣经 从第九节 到二十一节 就把马太福音 五章到第七章 耶稣所讲的教训 三边保训 拔福 实际就讲出来了 讲得很透彻了 但是把那个精华拿出来了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晓得 亚伯拉罕的信心 就是他能够这样做 亚伯拉罕应做信 蒙召的时候 就遵命出去 往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去的时候 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你要有信心才能往前走 现在我们很少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今天要到哪里旅行 先要做一个好好的计划 机票买好 要把那边的情形先打听 打听 弄清楚了 怎么样 一五一四的 弄得好好的 然后你知道往哪里去了 但是亚伯拉罕 蒙召的时候 还不晓得往哪里去 他也知道出来的时候 神才一步一步地带领他 所以我记得1964年 我离开台湾的时候 有的人他们很羡慕 因为在台湾那个年代 出来留学的很少 我说你们很羡慕 我说我这次出去 你买飞机票的钱都没有 我1964年9月13号 在松山机场上飞机的时候 他是当时的一个美国的宣教士 他到台湾以后 在师大学了国语出来 两年出来跟我一起传道 所以他认识我传道的事情 所以我走的时候 我也没告诉他 我说我需要钱 但是我走的时候 我身上一文钱都没有 就仅仅的钱 还是借着朋友领钱 来买一张学生机票 单程的到罗杉矶 我身上到了机场 办人寿保险的人 他说先生你有没有买保险 我说买什么保险 他说人寿保险 我说什么叫做人寿保险 那是我不晓得 他说比如说万一飞机失了事 那你的家人还有点抚恤金嘛 这个保险是这个 我说我已经保好了 他谁拿个公司 我说耶稣的公司 那个宣教士就一直送 送我到最里面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警察的安全 快要他不能再走了 他最里面的海 因为他是外国人 所以让他再进去一点 一直在最里面 他不能再走了 跟我分开 他就从身上拿一个信封出来摆张 他说Paul 这是神给你预备的 我想他就放 他不放手 信封我抓了他 不抓我的手 不放 他说你都说完了 要赶快回来 我们教会需要你 我说 他说要是你不回来 就没有人给我讲代代圣的故事了 因为我曾经给他一起传到 那一年 我们从他开车 我们到花年去传到 文字不到 哀家的文字不到 他开车 我从苏澳 给他一直讲 他开车 我讲代代圣的故事 一直讲到花年 这个你们听过我讲过没有 这个故事 没有 好了 我讲 到了花年以后 听黄昏 他说Paul 因为我讲 代代圣最后的结论 代代圣为什么能够把 他是医生 他可以在英国好好地享受 为什么他到中国来 受了那么多苦 那是清朝时候 扭个长臉子 穿了中国衣服 有时候没有地方 比如说杨龟子 没有人接待他 睡觉都没有地方睡觉 有时候定步 可定人都不让他进去 所以杨龟子 所以有时候在庙子里头 睡觉是这样的 我说他能够把福音传到 中国的内地 在那个年代不容易 杨龟子一看了就很打的 好像过街的老鼠一样的 人人很打 我说他能够把福音传到 中国内地 他有几个成功的条件 他是什么条件 我说第一 说中国话 他一来学中文 不光是说讲话 还要学 读书 当时读的是读四书五经 读古书的 第二 穿中国衣 我说这一个人 这个方面可以 其他方面容易改 穿衣服也改很难的 你像印度人 他们到全世界 他们那个服装都不改的 穿中国衣 第三 吃中国饭 第四 住中国房子 第五 住中国人 别人又问他 聊天开玩笑 或者杨龟子 他说不是 我是中国人 我说他就是五个条件 就是把这个福音传到我们中国内地了 后来到了花莲 天黄昏 他说 今天晚上这样吧 你住什么地方 我就住什么地方 我平常出差 教会的出差 我也教会省钱 我不会 进那个最坏的旅馆 我在选战房 我选中等的 那天我特别选一个最坏的 我们两个人 一个一个房间 隔壁的邻居的 住下来 第一天早上起来 我一个晚上都没睡得住 他也没睡 我说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他说 不行不行 因为他学过语 没有学到那个 他说那个东西 我说什么东西 他说 在身上爬那个 那个bug 就是那个臭虫 臭虫满身爬的 在那个年代 对啊 好了 我们吃完早饭 出去工作一厅 回来了 回来就好好吃一项饭 他说 今天吃晚饭 你吃什么 我就吃什么 我说好 我就带他到花莲 火梯站前面 那个街上 旁边 路边 吃了个蛋蛋面 我们正在坐下来 那边面还没来了 我听到那边 他就叫 卖臭豆腐的来了 我就注意他 他还老远就 闻到这个味道了 他就不舒服了 我还要把臭豆腐拿 我说 来来来 臭豆腐 每个人两块 他说这个可以吃的 我说没有多 好吃的很 后来啊 面来了 我说吃臭豆腐啊 一定要吃辣椒 要不然就没有味道 我摆很多辣椒 他也跟着摆很多辣椒 也吃啊 一面吃啊 我就注意他的表情 眼泪酸牛啊 满头大汗 所以后来 后来我就 所以他跟我 因为这样的关系啊 后来听说 我到美国来了 后来他做了 全台湾 包括港澳 安行社会的会长 他做了会长以后 他也有时候出去 到处出去 第一件事情找臭豆腐在哪里 所以我上机场的时候 他才把那个摆在里面 他说你 你一定要回来啊 你不回来就没有人讲 带着神的故事给我听啊 我说带着神的故事讲完了 你照他所做来做 我说神就与你同在 福音就广传 我们就分手了 他说你现在不要打开啊 你上飞机再打开 我也不想什么东西的 因为美国人没有送红包的习惯 不像我们中国人 那我这里传道 没有一个人送我红包的 也没有人 说真不是你到美国去 有什么需要没有 没有一个人提过的 我也没想都没想到这些事情 上了飞机了 到了要起飞的时候 我就祷告了 我说神啊 求你与我们自己基人同在 为了你仆人的缘故 让群基人的平安到达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起飞了 起飞了以后 我才把信封打开来看 一张美金二十块钱 我就是二十块钱的美国了 所以 很多人说 你这么是你到美国去 享福了 赚美金了 我说我到美国去 我说在台湾这段 这几年传道过的日子太舒服了 有薪水发 有房子住 没有为吃饭担忧 我说到美国去 是要走旷野的道路 我不知道前面怎么样 但是我知道神会在前面 带领我的道路 因为亚伯拉罕出门的时候 还不知道往那里去 他都跟着走了 我说我现在还知道往哪里去 我说绝对没问题了 所以这就是要信心了 信心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 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 我代表耶稣的信心 耶稣的信心 那其他我就不讲了 你们自己看一看 还有他的顺服 亚伯拉罕的顺从 这是代表耶稣的顺从 有一记圣经 你们还记得吗 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很要紧的 希伯来书 第五章 我们第七节看起来 我们来不读 大家翻到了吗 基督在第七节 五章第七节开始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既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 明死的主 就因他的秦成 能了应许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 什么 苦难 学习了什么 顺从 他有没有顺从 这柯西瓦里运 祷告是不是顺从 所以亚伯拉罕是顺从 他顺从 所以一个人的信心表现 也从顺从开始了 对不对 你自己有信心 你有没有顺从 神的话 这是信心从顺从开始的 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 就是耶稣基督的信心 那也是我们基督徒 应该有的一种品德 第二个人就是 尤伯的忍耐 尤伯起来 撕裂外袍 剃了头 伏在地上下拜 说 我持圣出于母胎 以别持圣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他 耶和华的名 是应当称颂的 尤伯的忍耐 你要读尤伯记 第一章就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东方的一个财主 这他没有什么缺点 所以魔鬼就来要试探他 魔鬼在神的面前 他说你赐福给尤伯 因为他有很多儿女 很多财产 是东方最富 一个大富翁比今天王永清还多 因为他爱你的祖福 所以他才顺从你 才相信你 他说要是你给他自己拿掉 你看他还会这样吗 神就允许 允许魔鬼 把尤伯的东西拿掉 他说只是不要拿掉他的生命 所以神允许魔鬼 所做的工作 他有个信度 有个范围的 就是你可以把他东西 所诛付的东西都拿掉 但是你不要拿到他的生命 所以以后尤伯怎么样 所有的财产都没有了 牛羊都死光了 那你翻开了尤伯记 我觉得这个你们要懂的 尤伯记 先看第一章 尤伯记 有多少张啊 你们看过没有 有多少张 42张对不对 尤伯记有42张 但是里面我们可以找到 330个问题 现在别找 创世纪有50张 我们可以找到160个问题 马太福音有28张 马太福音有28张 我们可以找到180个问题 诗篇有150篇到160篇 有160个问题 尤伯的问题 最要紧的一个问题是 Where is God 上帝在哪里 上帝要回答他这个问题 就是让魔鬼做这件事 把他所有的财产 他的牛羊都拿掉 甚至他儿女都拿走了 都死掉了 最后 神加倍地给他 让他才看得出来 我的神就在我的身边 所以约伯记 后面有一个地方讲 你翻过来 有一个地方是哪一篇呢 他说 是从前 封闻有你 如今缺什么 亲眼看见你 你们还记得那一篇圣经吗 第几章 42章 第五集 第几节 第五节 我从前封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他回答了 神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约伯记里头 全本书有130个问题里头 有一个问题是 Where is God 最大的问题在那里 神就让他经历过这一次 他才明白 才知道神是这样 神给他的应许是加倍的 他损失了七千个羊 七千只羊 对不对 后来神又给他一万四千只羊 他损失了三千只骆驼 神给他六千只骆驼 他损失了五百只羊 是什么羊 母羊 还是小羊 神给他一千只羊 就是小羊肚 他损失了五百头五鹿 鹿子 女 他损失了七个儿子 损失了三个女儿 一起有十个孩子 但是 神有没有给他孩子 没有吧 对不对 有没有 有没有加倍啊 没有 没有加倍 你们错了 加倍了 天上十个 地上十个了 现在 很有趣啊 有不了忍耐 就从这样学来一点 所以我们一个人说要忍耐 光嘴角没有用 经过四年以后才晓得 到底你有没有忍耐 没有变三倍 没有三倍 两倍 有一倍在天上 两倍十倍 天上两倍地下 牛羊没有在天上 因为人为万物之灵嘛 孟子说 牛羊没有灵 他不能到天上去 那可能神已经 在伊丽罗云的 保守云的 没有犯罪过的 那些动物 可能有 因为在以色亚书 有一章提到的 那时候要 要跟 三羊 要与 狮子同居吧 是吧 那些是没有犯过罪的 来 云的 神保守 好 提到的 神太少 不应该把这个 摆在圣经里头 但是今天我们刚才提了 就是因为很多人 他们不相信有神 所以在这里 如果他对神 还是有怀疑 所以他才发了个问题 Where is God 神就让他看见 经历过神 所以我们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 虽然是重生得救了 第二步就是要 经历神 Experience God Encounter with God 所以 我经历神是 你看我 我从信主 一直到受洗 一直到神秀运出来 毕业了 我像不相信 有什么 我相信 我有没有得救 得救了 但我有没有经历过神呢 实在地讲 没有 一直到我 我这个 肺穿动 祷告 神来医治 医生都觉得 很惊奇的时候 我才知道 那时候我经历神了 重庆只是封闻了 现在我亲眼看见 亲身经历 所以 特别我们传道人 你要你走这条 十字架的道路 你要传道 能够走到底 你必须要经历神 否则我告诉你 你进不起 世界的试探引诱 很多时候环境 就让你走回头路了 有人说 在香港的圣经学院 神学院最多 洛杉矶的华人教会最多 在美国 纽约的华人牧师最多 所以在纽约 好多牧师没有教会 好多教会没有牧师 造成这种怪性相 原因在哪里的 有的教会 他要找到牧师 要找真实经历过神的 他能够带领他们 往年龄 生命里头 从那方面来走 但是一般的牧师 传道人 他没有建立过神 他只是从 头脑的知识来带领 来带领教会 那个教会可能很兴旺 那不一定是一个 属灵的教会 不一定是一个 属灵生命很丰富的教会 可能是一个 很兴旺的一个 社交聚乐部 一个社会俱乐部 社交俱乐部 所以我鼓励你们 你们要去好好的 找机会经历神 但是 若是你的心 永远是向着神的 神会安排一些环境 兴起一些环境 叫你 你不得不敬礼神 好像我的生肺病 这环境 本来就好了嘛 但是后来因为 有很多的问题 以后就 心情一不好 那结果 这个病就发了 发了就 发的很厉害 崩溃了 涂了一万穴 不能动 所以是 自己的一些渣渣 树林的渣渣在里头 神就要把那些渣渣拿掉 所以兴起这样的环境 让我完全来依靠神 所以这种经历神 所以自己是定定我走十字架的道路 这么多年 五十年来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我走错了路 虽然我那些当年的同伴同学 到了台湾 空军都做了工程师 有的甚至上校 他们拿了退休金 过的日子也不错 过得很舒服的 像你们台湾也知道 他们现在 我同伴的同学 有两位他们升到上校退役了 空军 他们每个月大概 住房就不要花钱了 以前公交配的很便宜的 就卖给他们了 也不要付负责了 他们一个月在台湾 现在有上校大概有一千七百五美金 一个月 有多少台币 他们生活过得很舒服 但是我告诉你 我跟他们在一起聚餐 他们心灵里面很虚空 他们反而很羡慕我 当年我也走这条路 他们说哎呀 你要做洋活尚 因为那时候我也吃素 在安心日会 不吃猪肉 不吃这个 不吃那个 不抽象印 不打牌 不看电影 什么都不来 他觉得人生太苦了 这样子 现在他们很羡慕我 老曾现在是全世界跑了 他们很羡慕 心里面很虚空 所以爱是很久忍耐 要学会这个功课 第一个就是顺服 当试探要逼迫领导你的时候 要学习耶稣的忍耐 他忍得到 一直上了十字架 上了十字架还忍耐 下面的仇敌说 你不是神的儿子 你自己可以下来吗 他还忍耐 他忍耐在什么地步 为他们 没有咒诅他们 要是我是 耶稣那个时候 可能我就下了十字架 把他们吹一口气 他们就马上倒在地上 灭亡了 他没有 他说父啊 求你 圣明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自己不知道 这种忍耐 就是顺服开始的 好 我们翻过来 那么还有一个约瑟的 也是可以代表 圣经里头很多人 代表耶稣的性格 最多的就是约瑟 起码我们可以找出五世纪 圣经 都是预表耶稣的 关于约瑟 很可惜 我那个 《创世纪终之基督》 那本书没有了 我都试完了 我要求 我有个 跟我印书的一个 周牧师在台湾 他说他十二月 回到 回到纽约 我十二月到纽约 我希望他跟我再带来 那本书带来以后 我会送你们每个人一本 《创世纪终之基督》 里面我提到有好几十个 是出圣经 是预表约瑟的 那本书 约瑟的 他的特点是什么 纯洁 Purity Purity 就是从男女关系上来看 对不对 这次以后 约瑟主人的妻 以墓送钱 给约瑟 说 你与我同钱吧 约瑟不从 对他主人的妻子 看 一起加入我主人 波提法 都不知道 他把所有的 都交在我的手里 在这里 家里没有 比我大的 并且 他没有留下一样 不交给我 只留下了你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我只能 做这 大恶 得罪神 这就是 约瑟成功的 秘据 我只能 做这个 大恶 犯大罪 来得罪神 所以 看圣经很容易 就容易就过去了 我回想 仔细地来 想一想 第一 你想 波提法 妻子 波提法是 等于是 法老王的左臣右相 他是给皇帝 给他争酒的 给他争酒的 酒证 他娶的老婆 一定是 不是丑八怪 肯定是年轻 漂亮的 对不对 那个时候约瑟 也很年轻 才四几岁 总是在 十五岁到 十七岁之间 那 这个老婆 就看中了他 要他给他 上床 但是约瑟不肯 约瑟也是人 难道 看到美女 她不动心吗 但是她有神 在心里 所以 她就不敢 得罪神 所以她知道 会受了 那个 波提法气质 会 会 恼羞成怒的 可是她不管那个 所以最后呢 她又被吓到精脑里去了 对 被 被这个 误告了 那你要看 你要看我的 网站里面 那个 讲道大纲 我现在正在写 圣经人物 里面有一篇 讲道约瑟的 还讲道扫罗的 你们可以看看 可以 做一个参考 将来你们讲道 我来讲道大纲 专门为传道人写的 他们可以 拿来个讲道 就说我把这个房子的柱子 外围 做好了 你们自己去装潢了 看看你们 看看你们当时的需要 当时的喜爱 这样来装潢里面 所以我这是一个大纲 你们可以用的 我会继续写 继续写 那现在 现在我就在告诉你们 我今天看了 现在大概有 美国也都有不同的 国家的基督徒在看 我今天看了 美国是最多的 中国是第二 看得多的 还有第三 它是没有指明是哪一个国家的 第四的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第五是英国 第六新加坡 还有南韩 日本 台湾 香港 都有人在看 我相信他们 因为我这个网站 主要是为传道人预备的 所以他们能够用 够有帮助 那我那篇选择 终生伴侣的指南 你们看到没有 看网站看过没有 我用ABCDEFG 来写的 移民交 是为年轻人 那我用那篇来传分音 我告诉的很有效 我到中国大陆 几次 只有有年轻人 他们要我讲 我就讲这个 他们很有兴趣 后来我有一次讲 有一家人 请我去 请我去跟他女儿 因为我在南宁 送我来 跟我开车的那个女儿 师范大学的同伴的同学 他在家里 我讲那个ABCDEFG 他出去就 他到学校里 就跟他同学讲 后来老师 他的英文老师知道了 英文老师就问他 他说 我能不能请你伯伯 到我们学校来 给我们教两堂英文 我就去了 教了两堂 最后一堂 二十分钟 一定要讲这个ABCDEFG 选择终生伴侣的指南 所以讲完以后 那么后来 那个老师 他说 曾先生你讲两堂 要多少钱 我说明费 他说你下次来 还要跟我讲 我说下次来 来的话 我会告诉你 你要讲 我会安排 因为我在那里 讲的ABCDEFG 可是 今天开车来的 我这个师母 他那个好朋友 也是一起工作的 他的女儿 是读另外一个大学 没有 他听说我讲这个 这个好 他请我到他家来吃饭 讲给他女儿听 我讲的 F-Feylan 是那里 讲的一句话 圣灵感动了他 我对他女儿讲 我说你将来 要嫁一个丈夫 若是她是一个 绝对自私的人 我告诉你 你一辈子的痛苦 他的妈妈 就在旁边哭起来了 圣灵感动他 所以我就带领 他妈妈接受主 后来离开的时候 我说你要去教会 聚会 要茶间 要受洗 那我第二 第三年回去的时候 他现在开了一个家庭聚会了 我去 要我去 有一个开商店的一个老板 他把店门关了 请了好多人来 我讲 所以说我告诉你 我到第一次讲是在北京 第一次那个清华大学 请我去开科技交友会议的时候 那请我去的那个 那个教授 我就是去白大那个 去那个MIT那个 他的儿子 还有他的哥哥的儿子 两个同时在清华大学毕业 他们正要毕业旅行 我就住在他哥哥的家里 所以他们请我吃饭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两个孩子讲ABCDFG 后来他们别一旅行回来 他的爸爸告诉我 他说 这么事啊 我那个儿子 听你讲那个ABCDFG 他说他回来跟我讲 他一路至上 都给他的同伴同学讲 讲这个ABCDFG 那现在我在天津 没有讲 但是我在一个教授的家里 先杨教授家里 先南开大学教授 他特别请我去 他参加我的聚会以后 我就把这个 我说你现在做教授 你有一个网站 一定有好几千人在看你的网站 他很会习文章的 我说你 我就把这个讲给他听 他说很有兴趣 我回来以后 他说你把它写出来 我要写出来了 在网站上 我就发给他一份 他说如果好不好 你允许我 摆在我的网站上 网站一定有一两千人在看 我说好 你摆完了 结果看的人很多 所以 那篇文章 要是你们要有邮件 你把你的邮件号给我 我就 邮件号给你们 你们将来 给亲的人讲到 传福音非常好 只有一分钟了 我们就看摩西 简单的讲 摩西就是为人是亲和 meakness 亲和 圣经我就不讲了 你们自己看看 还有大卫的感恩 你看 你读诗篇里头 大部分都是大卫的 所写的诗 他所写的诗里头 充满了感谢赞美 所以我请你们 要多读这样的诗篇 那 弹与里 他是忠心 在那种环境之下 在巴比伦 他还忠心的 忠于他的祖国 每天三次 开了窗户 向着耶路撒冷祷告 他的种忠心 他的种忠心 所以我们就是应该 许像但一里 好像我们中国人 我们来到国外 很多时候自己 生活安定了以后 就忘记了自己 从哪里来的 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 犹太人 他没有忘记他的祖国 所以但一里的忠心 耶稣一生 就是忠于父神 所以我们从这个 最后一个是约瑟的爱心 那 你读 圣经里头发现 彼得他是开创教会的 他是组织 很会组织的 一个组织家 所以他称为旺的使徒 你读彼得前书后书 都是讲旺 我们的希望 Hope 那保罗的书信 保罗是开拓 拓展教会的 他是步道家 他是信的使徒 你看 他出去传道 要自己执帐篷 凭做信心 靠神来供应 他这样来做工 那么约翰呢 是信的使徒 拓展教会的 你看 欧洲的那些教会 都是一手 这么做起来的 对不对 那约翰呢 他是模样教会的 他是好墓人 你看他是好墓人 你看约翰福音 看约翰的三封书信 都是以爱为中心 都讲到爱的 本身他就是这种 充满了爱心 所以成为爱的使徒 信望爱 所以这个 这七个人物啊 第一个 就是 要不然来很信心 第二呢 就是约翰的忍耐 第三呢 约翰的纯洁 第四的摩西的温和 温柔 要说耶稣的温柔 他的清卑啊 一个温柔的人 一定是很清卑的人 一个清卑的人 一定是温柔的人 这两个是双生的兄弟 不能离开的 那么大卫的感恩 你看 加上带你的忠心 最后加上约翰的爱心 这七样组合起来 就是耶稣的 耶稣的什么 真山美 就是美啊 我们这个 Rainbow 霓虹啊 把它分出来 这个阳光分出来 不是有 红 橙 黄 绿 什么 蓝 青紫 对不对 蓝定紫 有七种颜色 有红外星 紫外星 对不对 那这个 很漂亮的颜色 光与分开来 很漂亮 所以 这七个人 代表耶稣的七种的美德 我们看起来就是美啊 所以耶稣的美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那最后你看光啊 光三年镜分出来 七色的光带 就是永美的彩虹 主的十字架 有七种特征 特质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我们看到嫉妒的永美 所以嫉妒的永美的 其他的特质就是信心 忍耐 纯洁 清和 感恩 忠心 爱心 这个等于 基督的永美 所以我们要 学像基督啊 就在从这 几方面能够在我们身上 那个活出来 那就是 别人一看见我们 这个人呢 真实的美在哪里 所以外表的美都要过去 我看网站有些东西 写得很不错 他说 现在的一些 英雄豪杰啊 都要成为故人 现在的豪华 这个 这个 房子啊 住在那门辉煌啊 将来都变成故居啊 我们 人生的 在世上的 那些 很多的 优美都要成为过去 只有耶稣基督的美在我们身上 那是永远 好 我们休息 休息一下 还最后一堂呢 谢谢